中共放开新冠疫情的极端风控后,对汹涌的新冠疫情装聋作哑。 近日有知情人对大纪元透露,中共已要求全国的医疗系统销毁所有的新冠资料,企图将这段历史抹掉。 但他抹不去疫情和疫苗后遗症给民众造成的生命损失和伤痛记忆。 湖南长沙的陈先生近日对大纪元记者披露,他的一个朋友在当地医院当领导。 他亲口给我讲的,政府要求全国的卫生部门销毁一切跟新冠相关的资料,包括抗疫整个过程的信息,打新冠疫苗的资料,所有的资料全部都要销毁,一点不能留,电脑资料要全部删掉。 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千真万确的。 陈先生补充说,中共要求所有资料都不能留,纸质的不能留,电脑也不能留,打疫苗的记录要删除,核酸检测的记录和整个抗疫过程中政府一些出洋相的东西全部要销毁。 陈先生说,当局就是要抹掉这段历史,让未来的后人不会知道有这个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政府一个失败的事情。 就像毛泽东当年害死那么多中国人,不留给历史。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中国大爆发以来,中共秉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采取极端的防疫措施,导致次生灾害频发,民间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持续高涨。 直至2022年下半年,白纸运动在全国蔓延,多地出现街头抗疫,甚至在中共二十大举行前, 北京四通桥有人悬挂横幅,要求结束清零政策,并呼吁打倒习近平。 中共在2022年底突然无预警,无预案解除封控,导致疫情井喷般爆发, 全国各地的医院抚养的人挤爆医院,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一时满为患。 中共失败的抗疫政策导致天怒人怨,大陆民众也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上述长沙的陈先生透露,最近感染病毒的人仍然很多,得肺炎,白费的人也很多。 现在医院里的老人和小孩还比较多,医院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好一点的医院很紧张,一般老百姓都进不去。 陈先生还告诉大纪元记者,上个月,在一个小卖店里, 他亲眼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和妻子小孩一起买零食,人就倒下去了。 他说,120医生过来抢救,没抢救过来,男子死了,被拉走了。 他说,对待这个问题,有的医生态度模棱两可,有的医生会说,治不好这个东西,没有特效药。 近日,安徽路安的王栋,华明,告诉大纪元记者,感染病毒的人挺多, 大人孩子都有,医院里的人很多很多,就是人满为患吧。 这种情况,从2020年以来,持续几年了。 他说,重症的人中,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多一些,死亡的人也不少, 经常这里有人去世,那里有人去世,这是很经常的事情。 最近就有很多人去世,多是有基础病的人,年龄偏大的多一些,年轻的也有。 安徽合肥市的刘先生表示,现在因感染病毒看病要排队,过年的时候要排队一两个小时。 小孩和老人感染的比较多,医生不会跟你说,感染的是什么病毒,已经不提新冠的名字了。 新冠病毒应该是长期存在了。 经过三年多的疫情,现在老百姓不傻了,心里都有数了。 中国新年后,疫情在升温,各地民众反复感染,猝死现象频发。 雪上加霜的是,死者家属遭到当局噤声。 有民众揭露,自己的亲人及朋友出现大白肺症状过世,医院不写新冠,还以不让火化要写家属。 2月下旬,武汉市明州女士告诉新唐人,现在疫情很严重,她妈妈住院多久,就因肺部感染离世了。 武汉市明州女士,我们家老公这两天也是嗓子疼,症状像新冠那样不舒服。 还有我妈妈前几天去世了,就是在医院里,初三的时候住院,在医院里越治越差。 就是脑梗,肺部感染上呼吸机,八十多岁。 哎呀,新年都没过好,心里很烦。 周女士说,父亲在2022年底那波疫情海啸中出现大白肺过世了,医院不写新冠,并已不让火化要写家人。 周女士,疫情搞得可烦人了,去年放开的时候死了很多人,绝对不止说全国才死九万人,是骗人的。 我爸是新冠的,医院里给我写的猝死。 当时没办法,胳膊又拧不过大腿。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写猝死或者是其他毛病,就没有说是新冠的。 上海市民王女士也披露,她家亲人和邻居都有人感染新冠过世,但医院不让写新冠。 上海市民王女士,我们楼里新冠病毒走了三个,医院不让你确诊的,你哪怕是新冠死的,医院也不让你上面写新冠的。 医生说得很明白的,你是要新冠,还是不要火化。 你要火化你要烧,那你就不能写。 人家肯定要烧的,要烧你就不能写新冠。 虽然中共专家偶尔会提及新冠,但在中国民间新冠已经成为敏感词。 多地民众披露,在网上说新冠会被删帖封号。 吉林民众林先生,这次疫情国家没报,就是没说什么疫情。 但是这次病毒比较多,指定是跟疫情有关。 这段日子,我身边有两三个,突然就白费了,岁数大的就死了。 心梗,脑梗死的多了我身边就有十个。 多地民众披露,自己身边频繁出现心梗,脑梗,猝死等现象, 但消息被当局封锁。 山东民众王先生,这个冬天,我知道的就十个左右,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 我知道的都是四十多岁,也有一个三十岁的。 打疫苗打完第一针就有出现了,当时我心里知道, 但是我不敢说压力很大。 内蒙呼和浩特市的黄先生说, 自疫情以来,当地人反复感冒发烧, 医院不告诉你感染了什么病毒。 内蒙呼和浩特市民黄先生, 反正医院每天人满为患, 平时我们这医院的人就多, 你要找熟人没熟人一般门诊, 一般病房的都不理。 每天,我们这呼和浩特市医院, 这几个大医院一年四季都是满满的。 辽宁盘锦王先生, 我现在就咳嗽, 在吃痴咳嗽的药。 现在感冒流行的方面都挺严重。 他们有的是羊的, 有的是什么假流的, 有的是乙流的各种病毒传播的都挺严重。 他这个病毒给我感觉和普通的感冒不一样。 普通感冒很容易就好, 现在的感冒也不容易好, 而且容易没有味觉, 就是你吃东西没有味道, 像发烧那个状态, 然后头也不热。 辽宁盘锦王先生披露, 他经常看古今预言, 知道2024年假成龙年, 老天爷要惩罚人, 今年会收走很多人, 坏人遭报应的最后时刻到了。